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 11月25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想象世界末日的到来 你是否会感到害怕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 祈祷与反思 生命的话语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 耶稣又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 你们看看无花果树 及各种树木 几时 你们看见他们已经发芽 就知道 夏天已经静了 同样 几时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了 也应知道 天主的国尽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非等一切事发生了 这一代绝不会过去 天地要过去 但是 我的话绝不会过去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最近的福音都在叙述末日的迹象 你听了 你听了是否感到害怕或不安 然而 我们每天也会面对不安 焦虑 担心 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心情呢 今天 主耶稿 主耶稣给了我们一副能帮助我们面对生命中让我们不安的事情的武器 就是 祂的话语 天地要过去 但是 我的话绝不会过去 活到一定年纪 我们必须承认 许多曾经认为是稳如天地的人 事物 都有可能让人失望 但耶稣却向我们承诺 祂的话绝不会过去 祂的话是真实的 告诉我们天主对我们永恒的眷爱 常用圣言祈祷的我们 是否有慢慢学会 把主的话听进去 让主的话鸣刻在心中 还是 我们每天只是听听录音 看看是今小帮手 却因为没有活出圣言而忘记了 如果我们经常读圣言 并认识圣言背后的天主 我们也会慢慢学会 分辨来自天主的声音 或来自魔鬼的声音 这些话一直夺走我们的生命 告诉我们 你不够好 你不配 或让我们过度膨胀 伤害他人 这些话绝对不是来自主耶稣 而是魔鬼的引诱 来自天主的话 却时时都能给我们生命 不是那膨胀不真实的生命 而是踏实稳定的生命 今天就让我们意识到 并感恩耶稣如此爱我们 让我们每天都有机会接触他的话 从他的话语得到生命的力量 请品尝圣言 天地要过去 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当你发现自己生活没有力量时 要尽快回归到耶稣身边 聆听他的圣言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谢谢你用你的圣言 滋养我的生命 引导我走向生命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常常聆听圣言 让他带我们走向生命 我们明天再见